新北市長何友宜 臨時發出通知 要對前一天節目專訪上 拋出當選後 一起縮短為四個月的政策 說清楚 講明白 我們要反對兵役延長一年 民進黨把兩岸搞得兵凶戰危 平臨戰爭 兵役延長一年是不得不的一個選擇 透明是民進黨執政 讓兩岸兵凶戰危 兵役才不得不延長 因此一起恢復成四個月有條件 在我當選總統 一定展開對話交流建立父親 在確定兩岸穩定之後 以及臺癌穩定 才有可能恢復四個月 強調自己當選總統讓兩岸和平 並且才能恢復到四個月 更反擊縮短一期 絕對不是跟美國唱反調 美國是我們長久堅固的盟友 我們一定會強化國防 自我提升防衛能力 也會繼續經過 除了兵役恢復為四個月 侯友宜也提出支持九二共識 撤掉NCC以及核二核三 研議等四大政見 被解讀是要穩固深藍基本盤 不過向深藍靠攏 恐怕也會導致中間選民流失 鞏固藍營自責的時候 中間選民跟年輕選票 也有可能會因為這樣流失 那你必須要另外的政策跟政見 想辦法去籠絡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2024選戰逐漸進入深水區 各陣營分別提出政見 如何兼顧鞏固基本盤 以及開拓票源 成為何友宜陣營 接下來的一大考驗 歡迎新聞吳志恆莊品達 丹琴懷王毅德 新北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